娱乐圈 娱乐圈虽然如同一条有垂直高度的河流,不禁则退,但有一种人真实生活的Rule for C,将演员作为追求,并不体积过高的成就。 在风云诡诀中平淡的魔力演技,万事不求,却好运自来,事业顺利,家庭幸福,过着不愁吃穿只忠于内心的向往生活。 比如今天说的主人公,佛系演艺道路中,不仅被老干部尽东夸奖,还和吴秀博祖或VP,张国立丽捧,如今又嫁入好门的韩宇琴,也许许多人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但看过新术的一定知道,脑外男神霍斯苗的女朋友VIP,剧中饰演女神的韩宇琴,凭借自身的优秀条件,完美全是模特黄金金一角,刚一出场,就把脑外一众单身汉妮的七婚八素,引得吴秀博饰演的霍斯苗,用尽浑身卸出各种套路,本身和这个角色契合度满分的韩宇琴,还是在开派前学习模特礼仪, 力求角色动作逼真,和自身有交集的角色,都如此慎重对待,可见韩宇琴对于自己在娱乐圈的定位,绝不是花瓶那么肤浅,2000年出道的韩宇琴,在多部热博剧中扮演女配,从魅琴所混最后自杀的沐浴儿到童年神剧少年王艾斯里中女强人大乔,摸爬滚打众,韩宇琴的名气和努力并不成正比, 但深知身处于乐圈规则的韩宇琴,并没因此灰心,反而更加苦练演技,尝试各种各样的人物,不断积累经验, 剧中的她,温柔若一可,愣酷,一可,超高的可塑性为她的戏录,打开了无数可能性,多年的磨练,让韩宇琴不再是出道时的普通花瓶,研究和演艺剧家,还得到了素来严谨,西山严格,圈里有名的剧本不好,要貌导演的老干部尽东的赏识, 两人于2015年合作,跟都市叠战剧,是为着浮出水面,因为剧情特殊,专业术语多,难度大,韩宇琴的优秀表现, 还让心东在发布会设专门夸奖了她,定期待下次合作,合作这么多男演员,最重要的还是戏谷张国立,因为一次合作, 张国立发现这个女孩外形优秀,业务能力突出,并在心中指导韩宇琴联系,帮助她健身,不仅如此还介绍不少资源,让韩宇琴参演自己主演的电视剧,张国立在一次采访中,还希望她成为自己的儿媳妇,虽然是调侃,但能看出张国立对韩宇琴的欣赏和肯定, 可惜张国立老师预定的太晚了,韩宇琴早在2010年,就已经举行了婚礼,嫁给了台湾孟品牌集团董事会主席陈英杰,工作生活背景都不一致,男方还大了13岁,但感情特别好,成婚8年,从微博筛出的生活照,能看出豪梅生活相当惬意, 自从17年首位者播出后,韩宇琴的作品数量骤减,至今年有一波和火燃播出,总有种弹出娱乐圈的节奏,不过依照韩宇琴的性格,戏中拼尽全力,生活里更要全身幸福出,虽然在娱乐圈不曾大火, 但好,韩宇琴的演技和努力足够成为精彩,不管以后如何,都希望这位优秀演员能在享受生活之余,继续带来了优秀作品吧。